国民党不分区立委提名办法在下午通过增定了议长条款 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渴望继续留任不分区立委 那么如果下一届他依然当选国会的龙头话 那么将是中华民国史上任期最长的立法院长突破17年 超过第一届的立委倪文亚的16年 倪院长是16年多吧 他16年多 他最久 我当完的话就13年 对啊 算是你会算的 这个责任越加重 因为未来整个国家也会面临世界性的各种竞争 所以立法院各方面的责任要加重 王金平也直言早在园院就确认国民党中央将要修正提名办法 昨天的五人小组会议总统再度当面告知 担任立法院院长将可打破最多连任两次的限制 多连任一次